小伙伴们大家好啊 又是快乐的一天开始了呀 咱们废话不多说 先把熟了的小麦收集一下 顺便想想待会儿去什么地方玩去吧 那个铁傀儡急匆匆的想去什么地方呢 看什么看呢 别嚷嚷 真是奇怪啊 只不过我走的那个方向 在天空中有一道光束 难道说铁傀儡要去那个地方 要不我也跟过去吧 这边箱子里的装备啥的 我都要带上 遇到什么危险 我也硬会的过来 好的 直接出发吧 应该不会有很远的路 就在前面了嘛 这边果然有很多的铁傀儡啊 他们都聚集在这个石塔里面做什么啊 一个接着一个的都走进去了 喂 你让我进去 别在这里守着呀 消灭人类 计划启动 你们人类都不能进入的 可恶啊 居然不让我进去 想想办法才行 前面居然还有一个铁傀儡 看着鬼鬼祟祟的 不知道在做些什么哎 我现在倒是有了一个想法 就在这个小洞里面 做一个陷阱吧 这样子的感觉差不多 再来把坑和蛙升一圈 铁傀儡上不来就可以了 最后铺上合适的桃皮 这个样子肯定会上当的 准备去引诱铁傀儡吧 你这个傻大堆快点过来 有本事追到我打我一顿 看来还挺管用的 这么快就过来了 准备好进去吧 哈哈 真愚蠢啊 这些铁傀儡 现在我就有了 可以去铁傀儡石塔的方法了 获得了铁傀儡头套 这样一来 那些家伙就认不出我了吧 现在又到了这个地方 我进去 我有急事呢 哈哈 没想到这么轻松就混进来了 我都要看看 他们设计着些什么东西 就一个传承门吗 不会所有的铁傀儡都在这个里面吧 实在是没办法 那就进去咯 哇塞 好厉害的光束 我还要飞多久啊 这是到了什么位置 哇塞 还有炫彩傀儡守着 前面的炫彩宝箱是 里面会有些什么东西呢 哇哦 这么多的炫彩装备和宝石 这下子我可就要发达了 先带上一些用着吧 多的东西有点拿不下了 但是这些装备我用着 商品值又变得多了许多 糟糕 我好想把头盔给扔了 喂喂 你们别过了 小伙伴们 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把山安安心心的 到这种矿洞中去寻找矿石 那边太黑了 我还是往右边走比得好哎 感觉一路上有人来过这个地方 山洞里面果然不一样啊 红色蓝色的水晶柱子这么多 食物们的绚丽 继续往前看看吧 前面为什么还会有被蜘蛛网缠住的人啊 前面的哥们儿你别急啊 我现在就过来救你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 居然被困在这个地方 快点跟着我出来吧 非常感谢你啊大哥 这个稿子给你 我们一起去挖矿石 没想到这个矿石 什么钻石黄金应有金流 未免也太爽了吧 多带点钻石回去就好了 这边墙上的也还不错 居然还有六宝石 看来我的运气比我想的要好多了呀 挖了这么多的矿石了 咱们快点上去吧 我给它爆砸你 大哥你跟着我走 就是这里 好大的一个天梯啊 这个可不是普通的天梯 等一下咱们进去之后你就知道了 难不成还真的有什么好东西吗 我们用墨影球进去 这个可是个好东西 那么就使用大家进去这个天梯吧 好的一起进去吧 这个地方的东西 我可是珍藏很久了 全部都分享给你吧 哇塞 这些装备一看就是好东西啊 连我的生命值都增加了很多 这个人对我也太好吧 还有超级的炫彩宝石也都给我了 哥们儿你可真想一起 既然拿的差不多了 咱们到外面去看会儿吧 是不是感觉很不错呀 以后我也是个有钱人了 看来好人有好报 果然没有错的呀 小伙伴们那么好吧 本期视频也就要到这里了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哦 白了个白 拜拜